首先我们来比较两个文件 这个操作其实非常有用 以后我们在玩操作系统内核的时候 包括你们在改bug的时候 这个命令是非常有用的 需要我们去比较不同的两个文件 并且甚至于打成补丁包 有可能的话 你们会以补丁包的方式反馈给官方 还记得以前我给大家讲 安卓圆码编译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说 你可以传 你可以加入到他的版本改良中 你怎么加入呢 就是发现bug 你把它修正了之后 应该建立一个补丁包的文件 然后发给他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tug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他有几个比较重 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是通过tug y 一个叫tug u 文件一和文件二 来比较这两个文件 是什么意思呢 y是并排的意思 是并排显示 u是unit 就单元显示 统一 统一的这样一个单元的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拿两个文件吧 我先 我这不是有个hello c吗 我copy一下 copy hello c到hello 1.c 再编辑一下 1.c 或者用cat编辑也可以 对不对 我们说用cat 或者用echo也可以 hello sounding 用我们的重点项 追加在hello 1.c后面 好这两个文件 很显然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hello.c里面没内容 你再看一下hello 1.c hello 1.c 就一行 这个文件是没内容的 我们找一个有内容的 那我们算了 我就copy一遍那个吧 copy一个ce 然后我们再追加一行 追加一行是通过 当然你可以通过编辑器 对吧 也可以这样子 this is good 下面他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运行一下diff这样一个命令 加上y 我们什么都不加 我们来看一下 把两个文件输进去 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效果 表示第二个文件 针对第一个文件 在第一行加了一个这个内容 但这个效果 其实显示起来非常不直观 而且这个 大家看起来很不直观 对吧 所以我们就通过一个参数 叫y 让它并行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让它来并行显示 屏幕没有显示完 哦对 是一样的 这屏幕没有显示完 它跑到第二行去了 屏幕大小不够 这是显示的问题 大家不用太管它 然后这些是第一行的 然后第二行 多输出了一个 this is good 同样的 我们还有一种 叫统一单元 这样一个比较 这两种比较 方式都比较常用 那我们在打补丁的时候 一般会用到这样一种方式 统一单元 这样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标准的 这样一个补丁格式 标准的补丁格式 你看c 它前面是减号 c是加号 那么在下面 你一看到c1 就表示是 一看到加号 你就表示是c1加的内容 一看到减号 就是c的内容 所以大家看减号 就是c的一行 c的第一行 到第二行 加了一些内容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们现在给它做一个补丁 做一个什么样的补丁呢 做一个补丁文件 按照我们的常规来说 后缀名是以patch结尾 那么这个补丁的做法 这个它的命令是这样子 def加nu 这个n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写的n 你看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那在这里 我们就来做一下 相当于就是 把它们的不同 建立成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把重定向到一个补丁文件 这个命令就是nu c1 那么放到哪里呢 放到c.patch 建立这样一个补丁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c.patch的文件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的这种统一的 统一的这种对付的方式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patch文件 那么这个patch文件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文本文件 那么这个patch如果要打补丁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这个c1给它删掉 我们要来打补丁 就是把这个补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把c2和c1的一个区别做了一个补丁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补丁打到原来的c上面 那我们就要用到另外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的patch patch打补丁的方式比较简单 就是直接用横杠patch 它就是patch的打补丁的这样一个缩写 再加N N是什么意思 N是指它的级连级别 就是如果它要去轮循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目录的补丁 主要是考虑到目录的补丁 文件的补丁 我们就不用太管它 文件补丁我们不用管它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就表示 把我们的补丁文件输入进来 把我们的补丁文件给它输入进来 那么这个补丁文件输入了进来的时候 它会根据我们在这里的看 会根据在这里的我们的一些文件 它会去匹配 会去匹配 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你看 这个是原来的c文件 就是它新的更改后的文件 然后这个补丁文件 就是描述了他们的一个差量 或者增量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给它打一个补丁 patch -p 把我们的补丁文件 c.patch 给它输入进来 -p0吧 我们零级场景 不需要有什么级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补丁文件 我们再来看一下c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最后一行就加上了 this is good 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补丁的内容 就已经生效了 对不对 OK 这就是这个命令 大家下来的话 这个命令 可能要再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因为这每一个命令 讲得很深了 还是比较复杂 或者要讲的内容非常多 所以我就不做特别多的一个深入的讲解 以后我们再用到的时候再说吧 好吧 所以大家如果要深入的研究 就要自己来再多花一点精力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先讲这些内容给大家 因为后面命令太多了 我要给大家讲三五十个 如果每一个都讲得很细 也很麻烦 其实这些命令多了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晕 我自己都会晕 特别是对于初学这些的朋友 所以最后你把这些命令都学了 知道怎么去大概的去用了 和怎么去查询使用 查询帮助了 最后我们常用的 其实就那一二十个 就那一二十个 好 这就是我们补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两个命令 不要看似 不要以为没用而不去学习它 实际上非常有用 我们在后面做程序的时候 做各种补丁版本的发布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在做一些bug修复的时候 常常会用得到 我们以前工作中也常常用得到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针对文件系统 和相关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命令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后面我们才再继续去讲解词盘 用户和进程 以及其他的一些命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